團代網受害仁張女士周五表示 四年來她一直堅持維權、申訴 但在上個月中旬 東莞市檢察院通知她 東莞法院已對團代網所涉非法集資案 作出一審判決 她作為集資出資人 不是被害人 無權申請抗訴 團代網曾經在網代天眼中排名全國前十 註冊用戶達830萬人 累計成交總額1300多億元 出借總人數近98萬人 東莞政府多次給她頒發榮譽證書 她還在央視網會上獲得過 消費者最信任品牌獎 但2019年3月底 卻被東莞市政府突然查封 22萬出借人的145億資金沒有收回 張女士說 她出借給團代網的14萬元 血本無歸 爆雷之後突然之間 我就提不出來錢了 我沒有接收到任何信息 比如說這公司沒有能力還款了 或者有什麼危機啊 我到雷的前一個月 我還在網裡面放錢 而且有的那友說 前一天或者前兩天 還在網裡面放錢 張女士回憶 此後她與眾多受害者移到維權討債 去過東莞市信訪辦、檢察院、人大等多個部門 但沒有人為他們主持公道 他們還參加了兩次大規模抗議 但遭到特警鎮壓 另一位團代網受害人 王先生說她和親友遭受的損失更為慘重 請討人電視台記者夏敦喉、劉芳採訪報導 請討人電視台記者夏敦喉、劉芳採訪報導